為了捍衛清白及顧全政治大局 所在史正式宣佈 我想在這裡聲明幾點 政治的追殺及寒沙攝影 已經對我進行人格的摧毀 為了捍衛清白 及顧全政治大局 我在史正式宣佈 退出2024宜蘭立委選舉 讓黨更有空間對宜蘭重新來佈局 我自認沒有對不起從政之路上的前輩 支持者以及家人朋友 我對詐騙的行為同樣深惡痛絕 並且對於無端減入的這件事情 對社會大眾家人以及支持者 所造成的困擾 深感抱歉 也深感愧疚 我在史 在史 深深一舉功 跟大家致歉 謝謝 有人問我 為什麼這麼快就要退出這場選舉 我跟大家誠實的報告 推出此次的選舉 是我捍衛清白的開始 因為政治是一時的 做人是一世的 我的清白無價 也將事死捍衛 這個決定 對我家人 對我個人 都是非常的沉重 但卻是必要的決定 我比任何人 都盼望真相能夠早日 水落石出 也希望不法之徒 都被神之以法 我在此也呼籲 相關人士 都應該全力配合 檢調的調查 讓所有受害者 都能夠得到公平正義 我在昨天晚上 已經領外稿的時候 才跟主席報告 我決定 退選 我希望主席能夠原諒我 沒辦法在這場選舉 跟他並進作戰 至於其他的指控 我請黃國昌先生 或任何人 趕快到檢調單位告發